第二百八十八级 夕阳柔和 晚霞如水 时寨的落日在余晖中染上了一丝丝红色的光彩 一座座房屋全都由大石堆砌而成 叶凡与张五爷坐在青石上 望着地平线上的红日 低声交谈 我们的出祖 万年时行为诡异 且经常失踪 有一次消失半年有余 再次出现时抱回来两个幼儿 非常的特别 叶凡明白 那一定是王姓与雷姓的祖先 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两个婴儿力大无穷 能将成年人举起来 这些是张家口口相传下来的 叶凡趁目皆说 婴儿可以举起成年人 这根本违背了常理 天赋再超绝也不可能做到 他们是人族吗 这是他心中早有的怀疑 所谓的神秘血脉 让他产生了很多联想 特别是听土飞说起那些密文 他在心中做了很多推断 你也想到了 没错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其他特征 不像是人类 他们的血液是银色的 鹅骨能放光 谋生双瞳 还有很多异常之处 时间太久远了 未能都传下来 叶凡心中吃惊 血色是银色的 明显不是人族 鹅骨放光 一定天生具有神能 至于谋生双瞳 就更特别了 在古中国神话传说中 这样的人多是古皇 如果不是人族 那就不好说了 这么特别 叶凡摸着下巴沉思 很久之后才问 嗯 袁天师说什么了吗 没有讲述他们的来历吗 那时的出足 行为诡异 所作之事外人很难理解 他亲手将那两个幼童封印了 袁天师对后人说 为他们娶人类妻子 若出生的孩子也怪异 以封印之 却没有说他们的来历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代了 王姓与雷姓家族的人血液早已由银色转为红色 渐渐与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这么多年过去 只是偶尔时会出现一两个特别的孩子 额骨放光 打摆幕后内敛 天生会神术 具有奇异能力 叶凡向石寨中望去 远处二愣子正冲他挥手 叶小哥 安宁说 今天请你来我家吃饭 好的 一定去 他笑着答应 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来历神秘 不是人族 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太古生物 袁天师 真是太胆大包天了 出足 晚年时叹息 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入太出古矿 未了的心愿是不能见到紫山的未来 叶凡心中震动 久久不能平静 我若成为袁天师 他心中想到了很多 晚年 他是否也会发生不祥之事 会有怎样的命运 这是他想到的最后一个问题 不过 眼下他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需要圆 需要变强 需要横渡星空的力量 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五年了 每当想起 都有时间紧迫的感觉 第二日 叶凡远离石窄 将自己封在地下 他怕突破时动静太大 伤到寨中的人 这次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彼岸大圆满 脱胎换骨 更想彻底的破入道宫秘境 他一直在参悟摇持新法 虽然并不全 在原天书上仅记载了几页 但是却给他以无尽启迪 道宫秘境 我来了 整整半个月 叶凡闭关之所一片安静 没有一点声音 直到第十六日 沉沙碧日 一言五成天 这块地域 本是不毛之地 一片红褐色 杀石遍地 生机不鲜 只能偶尔见到一两株杂草 艰难的挺立 然而 现在却生机勃勃 绿色从土石中长出 一根根嫩芽 如希望之火 蔓延而出 叶凡伦海大圆满 机体再生 彼岸九重变 生命之能四亿 让枯草都再现生机 即两次浮食圣果 一次以大地圣血练体后 他第四次脱胎换骨 举手台族 皆神力澎湃 他疏得睁开眼睛 仰望天空 俯视大地 出神良久 默默体味这种全新的蜕变 而后 没有过多的耽搁 他又寻了一个地方 重新没入大地下 准备破入道宫秘境 谷重原 拖在掌心 精气肆意将他包拢 伦海在旗下 能有巴掌打 道宫则在旗上 叶凡参悟摇尺古经的残片 名物于了然 其对应于五脏 为胸肋骨包裹 道宫中的五尊神奇 与他们有莫大关联 可言声道力 划出生机 实乃养命之地 心肝脾肺肾 五个脏器 何称五脏 也称五神 藏精气而不屑 允命而不朽 是人体极度强大的一个秘境 人能养神则不死 五神常在永春永驻 通五气 连天地绵绵无尽 可永存世间 道宫 不可离世之秘境 若想不朽 要从此秘境下苦工 若更想上一层楼 体悟仙道 也需要在此演化五行 叶凡手中的古虫园 完全被炼化了 某某某雾气 恐怖神能将它包裹 像是一个铜炉 将它收了进去 是的 在这一刻 它以旺盛的精气 铸成天地火炉 将自己当成仙丹 百般熔炼 不见彼岸 云起云灭 神功浮显 叶凡清晰地看到 在龙海上空 有一座天雀之门 只要冲进去 就进入另一个秘境 扬我神翻 破海而出 再上一重天 悠悠长衣 在龙海想起 它乘风而起 苦海滔天 将它送入云端 神桥横空 延展到它的脚下 将它送向天雀前 隔着很远 就已能够看到 里面是一片新的天地 脚下沧海一声 云端天雀开 梦寐以求的道门 遥遥在望 夜凡大步前行 越来越近 它早已积累足够 一朝破入道宫 并非梦花幻境 哄的一声 天雀大门内 传来神明气息 它感受到了道立 直达进前 只差一步 它就可以进入道门了 夜凡驻足 回头向下望去 云烟并起 它看到的不仅仅是 沦海 还有一幕幕往事 它所跨过的路 不仅仅是一个秘境 还是一段岁月 潮起潮落 花光散机 它猛地转回头 一步迈了出去 下一刻 天高地阔 它逛入一片新天地 磅礴升级 蕴满空间 与此同时 夜凡体内 隆隆作响 武器朝天 武道如龙的神烟 冲向而上 这是什么人 武神器官 尝空 破销而上 这是真的吗 白里外 有人见到这一意境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这实在是有些 让人难以相信 这种道相 天下罕有 各大圣主 风华正茅 少年一起时 恐怕也难以如此 他们突破期间 未显出这种景象 难道是江家的身体 不对 它不可能出现在此 而且 其早已经经历过这一境界 这是何能体制 是何人在突破 白里外的修士 见到武器冲天 快速向这个方位冲来 想要见到正主 不过 距离太遥远了 他根本来不及赶到 因为武道如龙般的气柱 眨眼消失了 快速不见 夜凡 进入道宫秘境 眼下面临选择 究竟先修哪一尊神奇呢 是两个人在 居然并非刚才 进入道宫秘境 来说 我可以在身边 入道宫秘境 有点准备 居然并非